谢谢主席,有请院长 请院长 赵委员好 院长早 其实我早上8点45分 我特别很少这么迟到 我特别晚一点来 因为不知道如何咨询您 就发现还是签到第六 很多的前辈 包括我们红委员 都不愿意在前面签了 因为我们觉得您的预算 我们其实是很头痛的 您的收支预算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讯息的 比如说 但是很明显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确实包括我们的选民都会问的 第一个你的东西售价不低的 你的收入看起来高的 像去年年收入是六亿了 但是银与脚库只有三千万 你的成本照理说是不高的 连展场15个也是国财 内部展售的东西都是国宝国财 成本应该不高 但是你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 你业务收入3亿3 销售的成本要花2亿多 所以老百姓的疑点 其实是正常的 我们基于反应民意 我们咨询你 希望你也能够很平时的作答 上一次我咨询的时候 你说这是涉及专业 就可以不回答我 其实我在路上 因为杨立环委员是要求我删掉你的特别费 他认为我把立委做小了 我让行政官员的态度如此藐视国会 我是有罪恶的 但是我都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面对百年大庆 你的特别费应该很重要 我没有这么做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你 我们的职责所在 譬如说上一次 我问你故宫定位 尤其是南院 你说这是你的专业问题 我不容智慧 我只是想问你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要买东西 我们要尊重你的行政专业 我也不是没有当过专业 但是呢 这个博物馆的定位 就是攸关你买的文物收购的策略 它的决策 它的内容 于是就是跟预算一定有关 我们不问是失职的 所以你用一语堂赛 我们不懂专业 这样子来回答 这是非常藐视的 我必须让你了解 因为我的同仁对我抗议了 但是我也要指出 您的专业也是常常180度的转弯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相信 哪一位周院长是有专业的 我宣读一段 我没有辩造文字 商业周刊 您接受的专访 前面的专访是 故宫院长林曼丽接受本刊专访 他说故宫历史分三段 第一段故宫迁台40年战乱岁月 第二段故宫落脚台北 2005年40年 所以是新的40年的开始 所以他认为故宫需要有一些新的定位等等 他用来解释 位在嘉义的故宫南院 将成为亚洲艺术主题馆 打破故宫过去只收藏 中国文物为主的传统 后面是您的话 面对故宫转变 曾在故宫任职的府人大学 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 周公新质疑 故宫想定位为亚洲博物馆 究竟有没有人才 收藏品从何而来 我是很尊重你的专业 所以我上一次问那个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你对我如此的无礼 那我是再次的去解释 我们问你 你即使有专业 也必须要告诉我们 即使你看不起我们 认为我们没有专业 你也一定要句誓一答 因为我们的问话是基于我们的执掌 那我也觉得您的专业 其实我们已经够尊重了 您是最长任 长久的长 您是最长任的首长 所以我们像这种合作社的经营 当然我不知道对于合作社的经营 您也以专业堂赛 我能不能接受 因为我从六十四年高考分发 我是科员做起的 我相信合作社的专业 我们也不是真的没有专业 但是你这么讲 我接受我们这些行政老兵 就算我们不懂专业 但是你几年下来了 您刚才包括回答我们这个 郭昭伟的说法 有改善 比如说钱原来发多的 把它发少一点 然后找一些可用的解释的 可以自我开脱的一些含令 然后找一些甚至不行 就自己创一些行政命令来解释 我是想请问 难道我们没有彻底的解放吗 我们已经等你两三年了 您也走过了世界各大博物馆 您说这种各大展馆 尤其是他用国有的财产 国宝级的这个博物馆 他附设的一些 这个包括产品的销售 这种情形罕见吗 还是常见 还是都有 您这有专业 您应该很清楚 事实上这个礼品店 以及餐饮服务 是国际博物馆的 专业的这个要求 是专业的要求 为什么他们没有问题 我们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法令 没有法令 没有法令是谁的责任 你们是博物馆的龙头 民国九十年四月十四日本院 有一个博物馆法草案 你知道提案人是谁吗 是贵院的朱惠良 所以我觉得 你自己身为博物馆龙头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好笑呢 因为我看了预算中心挑了你十八大项 你的回答呢 我有时候看起来是哑然失笑 你说比如说第八条 故宫将故宫文化艺术基金 委托员工消费合作社 进行分配盈余等等 公务员社员角色混淆 未能利益回避 先有利用职务图利自己之嫌 这语气很重了 结果你的回应就是说 因为国内的相关博物馆法制 未必然完备 你们今天不是第一年 你不是个新的单位 身为龙头 我在前年也问过你 博物馆法立法的这个进度 那法制不备是谁的责任呢 你们完全没有责任吗 这是文件会的 是文件会的责任 是 好 我希望这个国会记下这一笔 故宫博物院所谓的十大博物馆龙头 他认为立法作业 他们不容置会 他们完全没有责任 这就是最有专业的打法 我回来再谈这个收入的问题 其实产业化是不可挡的 尤其文创产业通过之后 博物馆的产业 几乎是全世界举世皆然 我算了一下 像罗浮工参访人数 大大八十三 八百三十万 八百五十万之谱 那我算了他的收入 我相信门票收入 不会超过三十三亿 但是他有数倍的收入 显然就是这些门票餐饮 纪念品的收入 再看美国 美国算是博物馆 大概是五千间左右 里面有四十 就我们讲的四十大博物馆里面 他有十个是在美国的 但是我用他的年收入的产值 来算回去 他进场的人数 比如说大概就是三千万人 是有交费的 其他的那种优待票 周末票 学生票 不计的话 每一个人 大概要消费四百美元 显然这个绝对不是门票收入 我的想法就是 您既然那么有专业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 人家怎么脱困 因为你今天要对抗法 不是对抗行政命令 你今天员工尽的权利 都是天天满堂红 我已经不忍心再念这些严苛的文字了 你要对抗采购法也好 对抗国财法也好 对抗的合作设法也好 甚至预算法 你只有立法 可是你就是认为两手一摊 你如果不立博物管法 不用法来解套 你永远是处在这样的劣势 这是我在三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相信在主席台上的职员们 已经是听到我讲很多次 这个法制作业的不足啊 是你今天最大的困境 我已经等了两年半了 你还是认为那是文件会的事情 就如同刚才我们郑委员希望我们国保尽量的出国 江博士也是这么讲 但是你就是两手一摊 别国这个司法免扣押 没有进展 我们就认取发展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态度 我是希望你自己回去想 我已经不敢问了 一问就呛我们没有专业 但是我们留下这个国会的记录 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最后要实际问你这个预算的问题 我觉得你的业务的收入远远的低估 你今年已经进场多少人 知不知道 今年是到11月是300多万 你98年的决算多少 记不记得 决算 真的实收的了 结算 我告诉你好了 你98年的决算 我帮你查过是3亿又474万 但是因为光是99年度的上半年 你的人数已经超过98年全年 所以至少3亿多 它是double 6亿一 那6亿一 你估你的预算只增加3400万元 就是实质的用决算算只有10%左右 你有你有这么保守吗 因为我觉得你花下大成本你知道吗 你为了建国百年上一次我觉得不太中意的 花三四千万演市场大戏 你的精彩100国保也增加了750万元 盛况可期 进场人数应该是增加 你应该更有信心把这样的数字调高嘛 所以像我对于你的税业务的收入啊 我是会有比较高幅的要求 另外 你看时间一届啊 我是觉得你们对于这个文物的这个整体的策略 我希望决策包括它的人员 它的过程 它计划核定之后 你如何让民众更加的了解 如果能够增加的话 会减少我们在问证的时候被认为我们不够用功的 因为我们问多了 你说我们可以消遣我们没有专业 我们问少了 我们后面的员工 我们后面的选民也会笑我们没有专业 希望你多谅解好不好 拜托你了 谢谢你了